才轉過身準備現場連線 一枚飛彈就從旁邊畫過 占地前線的記者 隨時可能一命呜呼 觸目驚心的畫面 還有這個 女記者倒在地上 痛苦聲音 一雙腿已經失去知覺 院方爆炸的地點 持續竄出黑煙 一長串身亡名單 背後是無數心碎的家屬 第一位殉職的路透車記者 阿卜杜拉 13號在黎巴嫩南部 和一群記者遭到 乙軍飛彈擊中 親友14號替他舉行葬禮 現場一片哀騎 一巴衝突不斷擴大 雙方你來我往 不僅平民無辜受災 堅守崗位的潛線記者 在戰火之下命入草戒 三立新聞網上報導 我們enced雙方 cite 指定的針取 指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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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定